大家好,今天要介紹的是Hi-Hat的基本構造,以及它運作的原理 現在在畫面上看到的是一部分Hi-Hat架 你會看到一個踏板 這個踏板連動著一個連桿,裡面有彈簧跟連桿的裝置 但是現在你在畫面上看不到連桿,因為這個連桿會分成兩節 我現在把另外一節連桿裝上來 好,現在兩根連桿已經合二為一了 接下來我要把Hi-Hat的上半部再裝上來 上半部的安裝位置會決定你Hi-Hat打擊的時候的高低 像現在我把它放到底 Hi-Hat裝上去的時候,位置就大概在這邊 那如果我希望把Hi-Hat打在高一點的位置 就把它鎖定在稍微高一點的地方 現在暫定在這個位置好了 接下來我要把Hi-Hat放上去 Hi-Hat有兩片,我先放底部的那一片 通常我們稱呼底部的那一片Hi-Hat,是Bottom 接下來我要放上半部的Hi-Hat 上半部的Hi-Hat叫做Top 使用Top Hi-Hat的時候要搭配這一個 這個中文一般來講都叫做鎖頭 英文的說法應該叫做Crutch 現在我把這個離合器,應該說這個鎖頭 穿過Top 固定好之後 直接穿過連桿 這個時候踩踏Hi-Hat的踏板 仍然是沒有作用的 你如果踩得多一點下去 在鎖上Top Hi-Hat放開就會有比較高的距離 如果你踩下去比較少 放開的距離就比較短 怎麼樣才是適當的行程 這個是因人而異的 這兩片Hi-Hat之間的距離 依照每個人的習慣 和有所不同 現在你在畫面上看到的這一個 有一個螺絲這個裝置 透過這個裝置你可以調整整個 Hi-Hat底部的傾斜度 這樣會改變兩片Hi-Hat之間的夾角 我來示範一下 你會注意到現在底下這一片Hi-Hat 已經被我頂上去了 現在兩片Hi-Hat的夾角變得比較大 現在我把它鬆開一點 經過這些示範之後 在接下來的幾支影片 我將示範如何運用Hi-Hat的音色 應該中框滑成一個 讓你的節奏變得更有趣 中框滑成一個 iz olhos 感谢观看